各位企务朋友 大家下午好 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情况 是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外交部昨天是介绍了 不久前国家曾经专门安排临时航班 先后从伊朗 意大利转运却有困难的人员有序回国 那么近日由于疫情的蔓延和扩散 国际客运航班量大幅调减 一些中国留学人员中转回国途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国驻埃塞 柬埔寨等有关国家的使领馆获悉后 都第一时间积极行动全力以赴 紧急地推动驻在国 并且协调国内有关部门及时预议了妥善地解决 帮助受影响的海外学子们安全地返回国内 那么考虑到当前英国疫情形势 以及当地中国留学生面临的各种困难 外交部正在积极地协调民航等部门 将于明天 也就是4月2日 增加临时航班赴英国 为确有困难的海外学子归国提供便利 日前科学杂志登载了一份由美国 英国和中国三国科研人员